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想取消物业 偏偏就取消不成呢 我觉得物业在这个社会存在啊 就感觉像是黑社会一样 在捞我们的钱 每个月都要交物业费 而这个物业费呢 还要按我们买房的这个面积 而我们 买房的这个面积啊 我们还要去除公共摊面积 去除公共摊面积里 我们实际住的啊 物业也没有来给我们服务 而公摊面积呢 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面区 是吧 物业来帮我们服务呢 啊 你想来就来 你不想来你可以走啊 是吧 我们也不想让你来啊 我们小区我们物业 我们业主可以自己扫地 可以自己捡树枝 可以优化 小区的一些 啊公共区是吧 你说 如果设备设施坏了怎么办 其实设备设施坏了哈 像物业公司 大多数都是在外面找 人找资源的 找专业的公司的 比如说电梯坏了 还不是找电梯公司 是吧 不然电梯公司干什么吃的 电梯公司卖电梯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了啊 这个保险费用 保险费用呢 作用就是电梯一坏 他们就可以来修 免费来修 是吧 电梯是可以这样子的 还有人问水和电啊 坏了怎么办 其实水电坏了 像在室内的话 他们是 完全不管的 物业是不管我们室内的 基本上我们室内坏的话 都是自己在外面找专业的 水电工师傅 外面坏了啊 公共区域坏了怎么办 我觉得公共区域坏了的话 就找水务局啊 是吧 水务局就应该承担这些东西 而电呢 也是应该电网公司那些 来承担公共区域的电 有问题的这些 这些维修维护 而室内呢 我们可以自己找 维修师傅 是吧 所以你说物业公司还有怎么吃的 还有什么干的 还有什么用的 我一直想取消物业 而为什么 一直取消不成功 我真是搞不懂 想取消的也不止我一个人 一大把的人 大部分 占50%以上吗 任何一个小区 想取消物业 我觉得都应该达到了90% 想取消物业的业主 达到了90% 任何小区 我敢这么说 为什么就边边取消不了 就是因为 物业 就像黑社会一样的 还有人说 你觉得物业赚钱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物业 你以为不想做啊 想做的人多了去了 但这东西啊 靠关系 是吧 他并不像我们卖东西 并不像我们在网上卖东西 那家卖的便宜 那我就卖的更便宜一点 这样子我才有销量 不是的 不是说你这个物业公司在这里 收费贵 那我来做一个物业公司 比他们收的便宜 业主就让我做了 没 没那么简单 你以为你想做就做 谁不想做啊 是吧 能竞争 一般能竞争 谁不来竞争啊 只要能竞争 来建成的人多了去了 但是为什么卖 只要物业公司在这里 永远就不会换物业公司呢 这就是黑社会 物业公司肯定有啥关系 没有关系 怎么会这么高 这是这么稳 而物业 这个价格 定价 也不是我们业主说的算 物业自己定出来的价格 搞得我们业主压力好大呀 像我这个在 小县城 是吧 18个 18县 县城 像这种 一个平方每个月 都要交 两块多到三块钱 一个平方 是吧 100个平方呢 百个平方就接近 300块 是吧 是吧 那 100多 200的那些人呢 你让他们吃啥 每个月拿那么多 几百块钱的 物业费 工 别人去工作 也挺累的 赚两三千块钱 都很不容易 又要拿两三天的工资给你们 几个价都不好请 是吧 大家工作 都不好请 工资也低 想取消的人一大把 但偏偏为什么就取消不成功呢 我想取消物业呀 我真的想取消物业 大家认识我的观点吗 我真的想取消价 我真的想取消了 你顺利 感谢观看